可以说从生下来的那一刻我就该死 我妈大出血难产 我被一个医生一个护士给救了 从医疗废物的垃圾桶里捡了出来 我是轻度智障 大家好 我是王秋库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 你好 小李 你好 王秋库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世成 今年28岁 是上海市朝廷区新京镇人 之前你在网络上也是小有名气 因为你这个有点特殊的身份 是吧 对 我是轻度智障 这是残疾认证是吧 对 然后我还获得过美国哈佛大学法学会 跟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东亚区 残障学基础学的认证 你自己还考过不少证书是吧 对 然后我还是读过大专的 这是我的大专的毕业证 这个也是智障读大专 国家的一个政策 教育局跟残联稿的 然后我还在特殊学校考了四张厨制证 全都是国家让智障 自闭症 还有唐氏综合症考的 那我现在在外面 这是你现在的工作是吧 对 送这个快递 然后也推广一下 唐氏综合症跟那个自闭症做的肥皂 在台湾的一个公益组织里面 但是我这个不经常卖 也属于是你的一个兼职工作 不是兼职吧 销入不好 所以就变成我自我介绍的一个摆设 出生的时候呢 我妈那个大初学难产 情况呢是非常危止的 因为当时医生呢已经找到我爸了 无论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可以说呢 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呢 我就该死了 是什么是出不来怎么样 难吃啊 是迟带落井 在那个母亲的肚子里打了个结 大多数情况呢是抛护铲开刀 但是也会有大初学的威胁 等我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属于缺氧状态和发脂 后来的情况呢 很多人在我之前的访谈里也知道 我被一个医生一个护士给救了 从医疗肺务的垃圾桶里捡了出来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我的外婆在这其中呢 也奉献了很多 外婆当时是跟我爸爸 跟我的医生说 大量孩子一起保 我小李呢才活在这个世界上 嗯 也就是说你这个 因为出生碰到的这种事情 然后就导致了现在可能有一些后遗症 学习障碍 计算障碍 包括一定程度的轻度自律障碍 医院里给我开过证明 然后小学的时候读的是随班就读 读了9年 拿的是结业证书 当你办了随班就读之后啊 小学跟中学的老师会说 他跟你们不一样 大家要浪浪谈 就是把你就贴了一个标签 拿粉笔啊 扔到你的这个汤里面 在你背后踹你一脚啊 在你身上抢10块钱买香烟啊 这都是你经历的啊 那你有反击过吗这种事情 反击过了但是代价也很大 头上红了五针啊 就对打了 可能这样 一对五 一对五啊你 一打六 你块头挺大的挺厉害的 但是也要伤着啊 你知道你这狮子的话 你无法跟一群狼来斗嘛 对对对 但是我小李呢就是 那个时候就是跟他们拼嘛 但是我不提倡啊 现在都是法治社会 学班就读结束之后 我被送到了特殊学校 特殊学校当时有两个选择 一种呢是全国普遍都有的 叫辅读学校 它是交给就是 智力障碍人士 堂肢综合症 自闭症补系人士 脑瘫 一些基础的生活知识经验的学校 比如说它里面会有个 红玉灯 它会安排学生40分钟走一节课 比如说教你柴米油盐 酱素茶这些东西怎么分别 怎么写这些字 比如说它会造个假的男女厕所 让男生跟女生排队认厕所什么 第二种呢是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有的这种学校 它叫特殊职业技术学校 最早是1990年中国开的 是专门给智力障碍人士 航式生活证 自闭证 边缘智力 脑瘫人士 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的特殊学校 在特殊学校里呢 它会让我们考很多 职业资格证书 就像这样的证书 都是国家认证的 很多老百姓不相信智障人士 可以考厨师证 可以考客房服务员 可以考酒店花会员艺 可以考陶艺师 可以考咖啡师 茶艺师 包括他们很多人看小李都感觉 这个小伙子不是智障很正常 他要是智障我才是智障 但是这恰恰证明 老百姓啊 他们不知道智障人士 从1990年开始 已经流入这个社会了 他们从事了厨师的工作 从事了酒店客房服务员的工作 从事了茶艺师 从事了陶艺师 但是社会大众不知道 我小李要做的事情就是 破圈 就是走上自媒体新媒体这条道路 向他们介绍和推荐 1990年到现在的特殊教育成果 如果你说 我一点私心都没有的话 这是假的 我小李特殊学校毕业十年了 我讲这些的目的呢 也是为了让我的生活更加好过一 如果我再不说 这可能对我的人生是个很大的遗憾